民国梦与民国 第一步 帝国末日军权的衰落 第六章 一代英豪 把满清看成公司 基本股价原本是以满清八旗为主 蒙古人和汉人为辅 满清腐化堕落 难以指望 巴厘桥之战之后 蒙古人也没指望了 所以慈禧太后继承的是一个皮包公司 她要维持公司正常运转 必须依靠汉人 消灭太平天国 主力是曾国藩的乡君 慈禧太后费尽心思搞臭曾国藩时 天下并不太平 闪肝回乱愈演愈烈 新疆又有豺狼入侵 难道要自毁长城 慈禧搞臭曾国藩的原因有两个 曾国藩功太高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另一个原因 慈禧找到另外两个汉人可以取代曾国藩 他们是李鸿章和左宗棠 他们和曾国藩一样是中华帝国的使徒 信仰帝国体制 怀有军权吗 他们愿意为皇帝 为帝国奉献一切 他们综合能力 君不输曾国藩 但不是乡君的创始人 他们均在剿灭太平天国中建功 但并没有功高震主 他们均聪明绝顶 主动和曾国藩划清界限 李鸿章先放一放 先说说左宗棠 中华帝国史上最后一位民族英雄 何谓英雄 当年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 神圣叨叨半天也没有个所以然 其实要把英雄的概念形象化 并不是难事 所谓英雄 从个人角度看 就是干成别人不敢干 不能干 又或者干不成的事 比方说金科赐秦王 英雄 关云长千里走单旗 英雄 张千在西域孤身奋斗 英雄 玄奘西游和剑真东渡 英雄 谭四同为心法断头流血 英雄 文天祥为信念而死 英雄 所谓英雄 从集体角度看 为国家为民族争得前途 强势时为国为民开拓生存空间 如秦皇汉武 英雄 魏清出征塞外 英雄 祸去并齐袭墨北 英雄 礼敬穿越英山 英雄 若是时 捍卫祖先土地 给子孙后代多留下生存环境 也是英雄 如左宗堂 若非左宗堂 新疆就成了沙俄泛斯拉夫主义的牺牲品 处地人杰 左宗堂 自技高 好乡上农人 没通过科举 生于1812年 比曾国藩年轻一岁 比洪秀全年长两岁 湖南人 湖南人影响中国近代史 就从曾国藩和左宗堂开始 性格 岗尔有谋 偶像 林则许 左宗堂四岁就能认字 六岁攻读四书五经 九岁可以写八古文 十四岁现世第一名 十五岁去长沙府是第二名 二十岁中举 怎么看都是神童级别 但是 接下来就不神了 因为他无论如何也考不上近视 就如同洪秀全和冯云山 无论如何也考不上秀才一样 洪秀全考不上秀才就去造反了 左宗堂考不上近视 在家当农民 新婚之时 自己写下一幅对联 身无伴母 心忧天下 独破万卷 神教古人 怎么看也不是当农民的料 左宗堂常常以诸葛亮子比 给人家写信 经常落款 金亮 一个叫林寿徒的近视 看他不顺眼 心想 你压得连近视都考不上 还自比诸葛亮 回信讽刺他是诸 左宗堂很尴尬 以后只在内心里 自比诸葛亮 1837年 25岁的左宗堂 遇见人生第一位伯乐 梁江总督陶主 陶大人回湖南老家探亲 看到左宗堂 为县公管写的一幅对联后 非常欣赏 两个人神坎一晚上 成了望年交 左宗堂拜陶主为师 陶主则把自己五岁的儿子陶光 许给左宗堂当女婿兼学生 当时的左宗堂是落魄书生 陶主一辈子娶了七个老婆 只生了一个儿子 还是老来得子 对没有任何功名的左宗堂如此厚爱 只能说成功者绝非偶然 陶主是一品大员 不得不佩服陶主的眼光 一眼看出左宗堂是非凡之人 他不仅给儿子找了一个很牛的岳父 还给女儿找了一个很牛的丈夫 胡林义 胡林义和左宗堂同年 和曾国藩也是老朋友 同样也是乡君骨干 在乡君中有曾胡病称 死得早了点 没参加洋务运动 胡林义停嫁左宗堂 当为近日处才第一 1849年 洪秀全造反前夕 37岁的左宗堂 遇见人生第二位伯乐 林则徐 新疆旧墓的林则徐 拓着油灯燃尽的老区 涂经长沙 指明要见左宗堂 左宗堂一听 偶像要见自己 连夜前往拜见 由于心情激动 路上落入水中 林则徐看见湿漉漉的左宗堂 笑着说 这就是你的见面礼 相顾一笑 心有灵犀 虎门消焉之后 林则徐被发配到伊犁冲军 在那里 他并没有同一般落魄者那样 哀声叹气 写一些悲歌聊以自卫 依然是实在在的干事情 勘探地形 搞水利 开荒屯田 当时大清帝国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 整个国家还没有大乱 但是林则徐已经预见到 未来帝国的威胁将来自东南和西北 东南 海洋威胁 西北 俄地 林则徐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他需要找一个杰出的人物 承传自己的事业 林则徐想考察一下左宗堂 因为左宗堂虽然考不上进士 但名气已经相当大 林则徐和陶铸关系不错 对左宗堂也相当了解 林则徐要看看左宗堂是否值得重夺 和陶铸一样 林则徐看人也是有相当的眼光 他的女婿沈宝珍也是第一流的人才 同样和陶铸一样 林则徐对左宗堂非常认可 林则徐和左宗堂一番常谈 并且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 全部交给他 将来东南洋移 能遇智者或友人 西定新疆 舍君莫属 以无数年心血 献给族下 或许将来至将用的朝 然后仰天长叹 无劳矣空有玉额之志 终无成就之日 左宗堂看着自己心中的英雄 叹息岁月无情 眼睛湿润了 林则徐别过左宗堂之后 没多久就去世了 临死前让次子林聪怡代写遗书 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堂 赞其为绝世七才 咸丰皇帝也开始关注考不上进士的左宗堂 因为咸丰皇帝身边进士虽然很多 但书呆子也很多 而且正被读书不成功的红秀泉折腾到半死 左宗堂的才能很大 太平军围攻长沙 左宗堂书生上针 太平军围攻三月未果 还折了南王萧朝贵 左宗堂用行动证明 谁说书生百无以用 左宗堂性格耿直 脾气很大 时不时找别人麻烦 惹出很多有趣的事 胡广总督官文 推荐一个叫樊谢的大胖子 担任永州镇总兵 樊谢有着关系获得显著特征 惊于贪污受贿 且气焰嚣张 身为军人 樊总兵天要以文人自居 出门做教 还是八个人抬的那种 哪怕是阅兵也不骑马 做教阅兵千古骑文 因为他体重有两百多斤 根本就上不了马 这样的总兵能打仗才怪 所以说关系户获国殃民 左宗堂是一个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人 就找机会修理樊谢 1860年 樊胖子去省城汇报工作 那些公务平时都有左宗堂处理 左宗堂一看是樊谢 就想修理他 让他下跪请安 樊谢不跪 还出言讽刺左宗堂 左宗堂跳起来大骂 王八蛋滚出去 左宗堂的暴怒 上了樊谢脆弱的小心脏 自己好歹也是总兵 由总督大人当靠山 虽然没有功劳也没有苦劳 咱们就能被如此羞辱 就向上风告状 结果却是自己丢了管 不仅面子没挣回来 饭碗也没保住 自己投资的银子还没捞回来 官位就丢了 失算啊失算 气死了 樊谢最后想到一个报处的办法 回老家改一栋读书楼 好好教育儿子 让儿子在学历上超过左宗堂 樊谢在祖宗神龛下册 另置一块牌位 写着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 每月初一十五 亲自带领两个儿子跪拜行礼 为了让两个儿子知道耻辱 樊谢规定他们在家不准穿男装 内外都是女人打扮 考中秀才可以脱掉女人的外衣 考中举人之后 才能脱掉女人的内衣 那决心堪比勾建卧心长胆 周静和范静都自愧不如 皇天不负有心人 小儿子樊增祥重进士 官到封疆打利 樊增祥十一岁开始写诗 前后七十五年 诗词三万多首 成为诗词产量堪比乾隆皇帝的 伟大诗将 祝贺樊胖子复仇成功 但左宗堂早就忘了樊谢的存在 他在消灭太平军的过程中 完成了从书生到统帅的转变 一个历史机遇使他成为英雄 下面这段故事在近代史上并不要眼 但相当特殊 因为它不再是军事政治问题 而是民族和宗教问题 本不想说 但不得不说 不得不说的一些是 回族大概是中国分布最广泛的少数民族 其他少数民族 基本上都是以地狱和血缘为纽带 联系在一起 相对集中 回族的纽带是宗教 他们的精神内核是伊斯兰教 广泛分布 回族在中国的处境 有点像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处境 分布很广 人数不多 伊斯兰教的教义规定 真主掌控世间的一切 和古兰经内容相违背的 都可以视为一端 消灭之 但这个世界终究是世俗世界 拥有着花花绿绿的色彩 和形形色色的欲望 所以摩擦在所难免 而华夏文明终究是世俗文明 和以古兰经为基础的宗教文明 相差甚远 所以中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宗教问题诞生了 鬼老入侵中国之后 中华帝国衰落 鬼老的尖船力炮在前面开路 传教士在后面忙碌奔波 于是基督教兴盛 红秀权抓住机会把基督教中国化 闹出了太平天国 把清政府折腾到奄奄一息 伊斯兰教也趁机发展壮大 当红秀权打着上帝的旗帜 占据江南半壁江山时 从中亚过来的原教主义者 正想利用回民 在西北建立伊斯兰世界 西北回民虽然以伊斯兰教为精神内核 但长久生活在华夏文明圈子内 就算种种摩擦 大体上还是彼此了解的 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 都是脱胎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母体 要说有多大仇恨也不靠谱 原教主义者不同 他们完全从宗教意识形态出发 带来无边的杀戮 伊斯兰教从诞生之后就没有更改过 还是中世纪的样子 而现代世界和中世纪相差甚远 和平年代还好 各过各的日子还能相安无事 一旦兵荒马乱 日子不好过就会有民族冲突 心仇旧恨加在一起 正好给伊斯兰原教主义者 提供了可乘之计 事情从云南闹开 云南满汉官僚联合起来欺负回民 回民秀才杜文秀 去北京上访 遭到无事 满汉官僚变本加厉 绝望之下的杜文秀振蔽一呼 带领回民起义闹革命 攻占大力 在云南建立了一个地方性割据政权 和洪秀权的太平天国遥相呼应 如果说洪秀权 试图把基督叫中国化 那么杜文秀就试图把伊斯兰叫中国化 只不过杜文秀闹出来的动革很小 基本上被遗忘在史料中 如果想研究中国的民族和宗教问题 杜文秀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 杜文秀支撑到1872年 当时清军围攻大力 杜文秀未避免屠城 不时打开后尘去清军大营投降 自治必死 去之前已经服赌 洪秀权的基督主义中国化 失败之后就没了 但伊斯兰主义拒绝世俗化 杜文秀精通汉文化 所以才想把伊斯兰主义本土化 他的所作所为 并不能得到所有回民的认可 部分人认为 回民必须建立纯粹的伊斯兰国家才行 其中有两个阿轰回到了陕西 用船杀人铁的方式组织暴乱 他们就是任务和好名堂 时间是1862年 同志元年 杀戮 按照清政府的一贯作风 对反叛者一视同仁 杀无赦 但当时清军在和乡军全力进攻天津 陕西境内也就一万多长北军 根本不可能进攻 当时穆斯林民兵有30多万人 号称闪回18营 所以清政府只能采取怀柔政策 西安城里的陕西巡抚 能采取的措施只是关闭城门 防止城外回民进城杀人 也阻止城内回民出城杀人 在派陕西团练使张飞前去安抚 张飞当过同志皇帝的老师 深入险境对回民说 大家都是一家人 自家人不杀自家人啊 效果还不错 在他的一番劝说之下 很多回民打消了进攻汉人的想法 眼看张飞可能成功 任务和好名堂宣布 在张飞的轿子里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秦不留回 秦陕西 秦不留回 陕西不留回民 意思是说朝廷要杀光陕西回民 接下来局势失控 任务把张飞严刑拷打七天之后杀掉 为显示自己的决心 任务把他自己的老母 自己的老婆 自己的孩子全部杀掉 一是永不回头 当今伊斯兰圣战组织 也没有这般凶狠 那个纸条实际上是瞎扯 首先张飞没有那个权利 其次 即使他有那个权利 也没有那个实力 再其次 即使他有权利 有实力 也不会那般弱智 会把纸条落在轿子里 然后深入虎穴搞安抚工作 那是任务和好名堂使用的诡计 那计策如此低级 稍微想想就能明白 但当时双方机缘太深 没办法了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 没有萨拉热窝事件 也会打起来 由于清军防务虚弱 叛乱者在暴乱之初控制了闪干大多数地方 杀戮从大力县八女景村开始 一个村挨着一个村的杀 不分男女老幼 全部杀光 杀完农村杀县城 从大力县开始向渭南华县延伸 为何两岸的汉人基本上被杀光 渭南县城稍微好一点 有一个已经汉化的回族教师也是阿轰 接到杀人铁之后 不顾生命安危向县太爷报案 及时关闭了城门 拯救了一些人 报案之后他就杀了自己的老母和妻子 然后自杀 因为他知道叛乱者不会放过他 后人为了纪念他 给他立了一个祠堂 我没有查出他的姓名 但是毫无疑问 他配得上一座祠堂 因为他救了很多人 他是一个英雄 这世界的英雄 多半都是杀人杀出来的 救人者更为可贵 几个月内 关中庭园大部分汉人死于非命 一年之内 关中二十六个县级长官死于非命 为啥是那个情况呢 大城市他们打不下来 只能去进攻小县城 当时陕西境内的政府军实力有限 无法顾及小县城 叛军打下一个小城 就屠杀一个小城 从官到民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乃是中国历史上 乃至世界历史上 都极为罕见的种族屠杀 当年成吉思汉西征也屠城 好歹还把工匠一人留了下来 清军入关屠城 起码留下了孩子 乡军屠城 起码留下孩子 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也只是一部分 回民暴乱之初 那是杀光 陕西减少了70%的人口 只有大城市如西安 和山沟里的山民得以幸免 甘肃的静远民谣 同志五年三月间 杀气弥漫天 十余万人一朝进 问谁不心酸 陶寒愁西柳带烟 万里黄流寒 何亦子弟泪山山 染成红杜鹃 清歌一曲信使传 千秋寿名山 碧雪洒地 百股成天 哭声达乌兰 啥概念 基本上都被杀了 他们没有战略计划 就是杀人 杀杀杀 那场暴乱 不仅闪干汉人遭到灭顶之灾 回民同样遭到灭顶之灾 回民残酷地杀害汉人 汉人反过来使劲屠杀回民 陕西省内 战前有将近180万回民 这也是他们想要建国的基础 战后只剩下几万人 就是那些未被攻破的孤城 如西安 没有参与杀戮的回民 阴插阳错终应验了当初那个谣言 勤不留回 看到了吧 这就是内战 没有赢家 怎么会这样 看看一个人就行 英雄屠夫 白燕虎回族 生于1830年 馆中农民没啥文化 性格 果敢残忍 信仰 伊斯兰教 人生经历 杀人如麻 号称白老虎 按照传统观点 他是反清的 算英雄 纵观他的所作所为 堪称屠夫 1861年 回民暴乱之前 清军从关中招兵 补充兵员 31岁的白燕虎 应征入伍 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军 他看到了战场的残酷和残忍 当时的清军 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即使用最世俗的眼光看 也是相当可恶的 杀人 强奸 抢劫的事 都看 在那样一群人中 白燕虎当然是相当难受 特别是他们 吃猪肉 吸大烟 狂喝乱条的时候 与之相比 对面的太平军 还好一点 人家名义上有信仰 行为上可以接受 当白燕虎看到没信仰的清军 残忍的屠杀有信仰的太平军时 那种心理变化 非亲历者难以描述 日后 白燕虎在陕西杀人 对基督徒稍微好点 导致陕肝一带 基督徒大增 信奉伊斯兰教的白燕虎 开始痛恨满清 在他看来 清军的行为 是对信仰的一种摧残 他本身是有信仰的人 尽管他的信仰和太平天国那些人 完全不一样 凡是牵扯到信仰 就会立刻窜升到另一个高度 白燕虎很快离开清军 回到关中老家 那时候 正好碰到关中回民暴乱 他毫不犹豫地加入暴乱的狂潮中 他要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 哪怕是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 只可惜他的奋斗方式 屠杀异教徒 在中国从任何一个宗教的立场看 异教徒都太多了 所以说 信仰有时候是好东西 有时候不是 闪肝回民暴乱之初 打出的旗号也是反清 但是白燕虎更进一步 他的旗号是反清排汉 当时陕西那一带 很少有满清人 反清够不着 只有排汉 因为在白燕虎看来 满清是残忍的 汉人是靠不住的 杜文秀的方式是不可取的 必须建立纯粹的 伊斯兰世界 所谓排汉 也就是把汉人杀掉 从政治角度看 那完全是一种自杀 因为回民只是少数人 少数人要把多数人杀光 基本是不可能的 蒙古人和满清人 取得统治权 归根到底 还是接受了汉人的制度 所以当他面对 左宗堂的时候 是一败再败 从陕西败到甘肃 从甘肃败到新疆 从新疆败到国外 军事实力对比 且不说 政治上就败到赤身裸体 他比云南的杜文秀 还差一截 尽管他更能打仗 那么白燕虎为啥要选择 那种极端的方式呢 答案有两个 脑袋问题和行为问题 先看脑袋问题 白燕虎虽然是地道的中国人 但因为出身和教育的关系 没怎么接触华夏文化的精髓 他的知识和世界观 都是伊斯兰世界的 也就是说 他虽然生在中国 长在中国 却对中国没有任何归顺感 因为他周围 都是和伊斯兰教义冲突的 伊斯兰教徒 他入伍是三十岁 正是年复立状的时候 恰好生逢乱世 中华帝国处于低谷 看到的一切都是丑恶的 血腥的 肮脏的 都是阴暗命 于是他就把希望 寄托在遥不可及的 真主的诺言中 正如跟着洪秀全的那些人 把希望寄托在美好的天国一样 都是乌托邦 日后 其他接受过汉文化的 回军首领投降了 只有白燕虎不响 再看行为问题 按照辩证的观点 脑袋决定行为 行为又会反过来影响脑袋 白燕虎不仅杀人 还干了其他一些事 比方说 捣毁异教徒的庙语和道观 摧毁人家的文化 好让大家皈依伊斯兰教 比方说 他很喜欢挖坟 把蒙古王爷阿拉善的祖坟挖了 因为蒙古王爷和满清 世代结盟 在华夏文化中 挖人家祖坟是最缺德的事 但白燕虎的企图可不仅仅是一个王爷的祖坟 当他在陕西时就试图去攻陕北 陕北有满清吗 没有 那里有粮食和资源吗 没有 那里有什么 有皇帝灵 华人都是炎皇子孙 数千年来 不管内战怎么打 双方还是炎皇子孙 没有人对轩辕皇帝不敬 白燕虎要去焚烧皇帝灵 试图毁掉华夏文明的根系 当时清军在陕北 基本上没有防御力量 不可能防御皇帝灵的 但是陕北还有一路人马 董福祥的人 董福祥是汉人 带着一帮鸡民起义反清 一开始 董福祥和陕西回族是一伙的 南北呼应 但是当白燕虎进军陕北时 董福祥阻挡了他 因为董福祥自认炎皇子孙 因为白燕虎的所作所为 董福祥归顺左宗棠 反过来围剿回民 随后跟随左宗棠进军新疆 追杀白燕虎 八年之后董福祥晋升提督 慈禧和十八国开战那会儿 董福祥带人入京秦王 杀死日本领事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指名道姓 要清政府处死董福祥 慈禧坚决不答应 回民暴乱开始时 慈禧命令圣宝 从北京带三万人去陕西平乱 圣宝是个满人 一辈子只打败仗 但是他很幸运 在1862年时 转得英王陈玉成 大出风头 慈禧太后非常高兴 亲切地喊他圣宝 然而很快他就原形毕露 进通关后屡战屡败 成为名副其实的败宝 慈禧太后觉得很没面子 一怒之下将他赐死 慈禧又派满族大将多龙阿 前往平乱 意外战死 没办法了 慈禧太后被迫使用汉人 1967年南方已经平息 慈禧命令这名总督 晚清最出色的军事统帅 55岁的左宗棠 督办陕干军务 局势彻底逆转 左宗棠到了陕西之后 一系列组合拳 该昭安的昭安 该杀掉的杀掉 很快平息了陕西叛乱 乱军在陕西站不住脚了 退往甘肃 左宗棠一路追击过去 很快平定了甘肃全境 方法也是一样 昭安一部分 杀掉一部分 比方说 甘肃南部 河州回民领袖马战敖 在1871年投降 左宗棠 保存下来 他的后代马不清 马不方 马洪奎等人 构成了纵横西北近百年的马家军 甘肃回民损失不如陕西大 他们投降比较多 回民到了甘肃 已经无路可退 在往西就是新疆 而新疆当时已经被中亚豺狼阿古百占据 他在新疆建国已经十年了 暴乱的回民头目中 只有白燕虎一个人跑去给他打下手 平西闪肝暴乱 固然大功一见 由于回民战斗力有限 也不值得大叔特殊 左宗棠面临的真正考验 是另外一个问题 要不要杀入新疆 彻底解决西北问题 新疆远比闪肝的情况复杂 闪肝仅仅是回民暴乱 算中国的内政 阿古百的背后 还有英国和俄国 而清政府面对鬼老时 总是心如露撞 小腿颤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